10月18号 第三届国家续情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权力会议 圣农集团SZ901作为自主培育白羽肉鸡新品种 通过国家续情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 并按照程序向社会公示 11月26号公示结束 SZ901白羽肉鸡新品种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 填补了中国白羽肉鸡行业无自主种鸡的空白 打破国外对白羽肉鸡种源的长期垄断 12月2号 记者前往圣农集团实地走访 20世纪80年代 白羽肉鸡进入中国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情类消费国 育种却长期被欧美国家企业掌控 中国人餐桌上的白羽肉鸡百分之百靠进口的种鸡繁育 圣农集团董事长傅光明告诉记者 国外企业完全掌握原种鸡的定价权 而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企业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国外企业出口中国原种的数量随意性大 国内养殖企业始终无法制定未来发展规划 此外 引进的原种鸡经常携带多种种原性疾病 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生物安全隐患 过去我们历史以来 我三十八年从这个行业 都是受国外人控制 计划十亿可能只能做到五亿 做到四亿 做到六亿 就受国外人控制 他想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过去我们一头鸡六个美元 去年我们卖到三四七美元 就是国外人说什么价什么价 2014年3月 为提升现代肉鸡种业发展水平 促进肉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农村部提出到2025年 育成两到三个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的 白羽肉鸡新品种 2011年 盛农开始为白羽肉鸡育种做准备 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调查研究 2015年 傅光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研究中国人自己的育种技术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个 白羽肉鸡原种鸡配套系 SZ901配套系 从2019年开始 盛农实现进口替代 阻代种鸡全部自给自足 不再依赖国外营种 盛农成功育种也填补了中国这一领域的空白 突破欧美国家企业对种源的垄断 现在可以不受它控制 中国可以做自己的计划 比如说我明年计划10亿 我就可以做到10亿 计划20亿可以做到20亿 中国再也不要在价格上受到国外的控制 第三个那就疾病问题 就是再也不要考虑 世界上各国其他病可以引到我们中国来 那么中国可以安全的稳定的发展自己的经济 2019年9月 SZ901送往农业农村部加勤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性能测定 2021年1月顺利完成性能测定 结果表明 SZ901在生产速度 成活率 产淡率 料肉笔等主要指标 好于欧美国家企业原种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傅光明表示 拿到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新品种认定证书后 盛农将尽快为国内外白羽肉鸡养殖企业 提供性价比高的父母带种鸡 并将根据全球不同国家对鸡肉不同品类的消费习惯 继续研发培育出多个配套系 满足多样性的市场需求